那么 盘陀石真正的成因 到底是什么呢 经过更深入的考察 张教授终于在盘陀石底下 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 什么呢 你看 这个下边的话是明显的向下 凹进去的 这个凹进去的话 就是当时 它是处在一个海平面这样一个位置 海浪的话不停在冲洗 淘室 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海事穴 我没听错吧 海石穴 也就是说呀 盘陀石的成因可能和海石有关 可是这个盘陀石分明是在山上啊 海拔有90多米高呢 距离这大海它还远得很呢 那么这个底下的海水 它是怎么侵蚀到这个盘陀石的呢 难道说历史上的某个时期 周边的海水其实没过了现在的葡萄山 还是说某个时期的葡萄山 它还是海底的礁石 后来呢 经过地销运动 它才抬升到了现在的高度呢 怎么样 这俩推测听着是不是都很不可思议啊 但是您猜后来怎么着 田教授呢 经过一番精细的考察后说了 说普陀山的确有抬升的痕迹 它的本来面目 它的确可能是海底的礁石 看到这儿呢 那您肯定要反驳了 说普陀山三面都是大海 地壳它的确不怎么稳定 出现上升下降之类的这个运动 那也不足为奇 可是这也不能说明整个普陀山 它原本它都是在海底呀 这么说呢 也没错 对吧 张教授呢 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那为了找出更多的证据 他们已经开始忙活开了 他们决定对普陀山的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搜查 寻找普陀山台胜的证据 结果您猜怎么着 很快他们就注意到了一个名叫朝阴洞的地方 发现这地方十分不对劲 怎么呢 它高度就是从海平面 一直到十米左右这样一个高度 那么这个第一台阶的话呢 它是属于近现代 这个地质历史的话呢 它是比较新的 张教授说了 其实啊 朝阴洞呢 它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海石洞 也是第一级海石阶地 这就说明啊 这地方它原本也是在海底 后来呢 经过地桥运洞 它才开胜了上 不过呀 这地方呢 距离海面呢 不过十来米的高度 而这个盘多石呢 却有九十多米高 因此啊 这也没法证明 盘多石呢 曾经也是在海里 所以啊 考察队呢 又接着开始找证据了 没过多久 他们又在普陀山的最东部 一个名叫樊音洞的地方呢 就发现了第二个中间 也就是第二级海石阶地 那么这个二级阶地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也是原来的话呢 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这个一级阶地啊 经过了海石作用之后 那么经过地址作用啊 地桥的抬升作用 抬升到目前十到十八米 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 随后呢 考察队呢 又在更高的地方 分别找到了第三 第四级海石阶地 基本上肯定了 天教授的推色 普陀山 原本它是在海底的 没跑 只是呢 后来经过了漫长的地桥运动 才抬升到了现在的道路 就是它在地壳 地球的深处 形成了花岗岩 再加上构造断裂 把它切割成方块之后呢 由于地壳运动向上抬升 当抬升到地表 抬升到海平面附近的时候 它接受了这种海势的作用 那么我们看这个盘托石啊 它上大下小 那么底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接受了非常强烈的 这种海浪的充实作用 所以它才形成了一个 这样上大下小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最后呢 又经过新工作运动 分七次的这种抬升 把它抬到了目前啊 九十海拔九十米这样一个高 好了 盘托石的这个来源问题呢 总算是解开了 它原本就是海底的礁石 跟着这普陀山一起呢 才抬升到了现在的高度 但是呢 张教授还说了 说普陀山呢 它形成于白俄纪时期 距今的有一亿五千万年的历史了 那么这个盘托石上面那块巨石 它究竟是如何凭借着一个小小的支点 屹立了上亿年 它还溃然不动呢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呢 张教授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盘托石边上还有很多乱石 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那么他们为什么的话垮落下去呢 就说他们可能是因为重心不稳 经受过一些风吹雨打 特别是台风或者是小型的地震呢 盘托石的兄弟姐妹们呢 全都滚落到其他的地方去 只有盘托石这么一块石头 现在还悬在那里 那么就说明了 这个盘托石 它的这个重心和下边这个接触点呢 刚好是在一条直线上 张教授说了 因为上面那块巨石的重心和支点 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和重力的方向也一致 所以啊 他才能通过一种精巧的内在力量 始终保持着平衡 但是啊 终有一天 他会和边上的石头一样掉落下来 洪雨呢 只希望那个那天呢 越远越好 让更多的人呢 能从盘托石身上 感受到大自然拥有的神奇力